然後剛好可以卡在他的腳踝之間 你看像現在他的膝蓋之間就有空隙 然後他的兩隻腳也沒有合在一起 他的兩隻腳也沒有碰在一起 是是是 稍微力氣 但是要調一個縫鬆一點的這樣子 好 然後一般他們會睡還是會睡單側邊 就是他們不會直接都是平躺 側邊會塞一個薄一點的枕頭 對不對 好啊 是 無傷無龍 哎呀麻煩你 有你嗎 痾痾痾 痾痾痾 痾痾 痾痾痾 痾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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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痾痾痾 痾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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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痾痾痾 痾痾 痾痾 可以平均分拌在下的下去 也許它的比較小一點的枕頭 你說比較小一點的頭放在哪裡 放在它的右邊的膝窩底下 哦放在膝窩底下 或者是一個替代的方法就是整個它的床 床尾的部分它那個膝窩的地方可以抬高 對對 背頭也可以癢 膝蓋也可以長 對對 膝蓋的地方稍微折一點 然後在這個地方 它沒有小毛巾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會怕它的腳跟太多重量 因為它目前等於什麼腳除了骨盆以外 再來就是腳跟的地方 嗯嗯 它稍微捲起來 捲一丟上那麼大隻 就放在底下 那這樣它的受力的面積就沒有那麼大 嗯嗯嗯 然後一方面它的腳也比較容易能夠放到東西 然後那左腳的部分 因為它腳跟也沒有離路 就是主要是靠近的 哦這樣 OK 那 一般這邊它們就不會側面 對 現在要有側的 好 拜拜 這樣 好 那如果另外一邊呢 因為它現在是兩邊是不平衡的 如果是另外一邊的話 原則上是大同小的 覺得上就是它的左腳底下也在一個直身的 就是這邊還是同樣的這樣坐著 對 我們先擺擺看 來我們要幫助這個一點點喔 嗯 原則上就是靠它在背部這些地方來支撐 它這個地方有壓穿過 右邊這個地方 但是我們就是重量分擔到背側的地方去 妳說怎樣 就把他的重量分擔在背的地方 不要讓他都集中在幾個地方 所以妳說他之前都是這個地方 右側屁股這邊有壓通 左邊沒有嗎 左邊沒有 左邊沒有 因為他身體妳剛剛看到他 我都會一直往右邊切過來 對 好了 那我們過來這邊 因為他的左腳這個地方 他不太適合壓在底下 因為他的張力比較強一點 不太適合放在底下 可是他還是等兩邊 對還是等到兩邊 對 或者是就變成側躺跟平躺 這兩個交替就好了 對啊 就是平躺就是側躺 就是說他的左上 左翻往 翻向右邊 像剛才這樣翻向右邊跟平躺 這兩個交替也可以 哦 妳是說不要往左邊 對對對 這也是這樣 但如果他的壓窗比較明顯的時候 我們再把它翻到平側去 這樣子 就如果他這邊又出來壓窗的話 他壓窗大概是出現多久 什麼時候出現的 呃 就是有一陣子了 有一陣子了 但是現在已經好了 已經完全好了 完全好了 好 如果要春天 這陣子 也是 可 也好高啊 對不起 對 然後 輕鬆 哇耶 你現在 你現在希望 然後 稍微加一個 枕頭 這邊稍微加一個枕頭 這樣 好 好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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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他送一個枕頭給我們 太好了 來 你試試看 唉 但是左腳的地方就不要放那個枕頭 左腳就不要塞枕頭 左腳就不用塞枕頭了 對 下面就不要塞枕頭 哦 可以再放一個枕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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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部都是排耶 這個 這個 中間不必再放嗎 有一次這樣子 就這樣把它割開來就好 哦 是 是 然後 這個底下 放一點 讓它塞枕 不要讓它不要 這邊是空手 這樣 塞枕這個 對 哦 讓它不要懸空 塞枕頭 哦 這個樣子 OK 好的 知道了 可以 可以把這個枕頭先放上去 我把它停下來照一張照片 因為這個是動態的就 就比較難看 你還是可以 就是在 看當時機構的情況 他們在做動態 也沒有關係 不要讓它整容的路 哦 哦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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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